時間完成,我們今天請余道,一會兒就有Robert God 我們希望余道半個小時,大概跟大家說一下什麼叫懸殼 我一直去碰余道,開一個頻道是講懸殼的 因為他學風水的,學八字的,那就最好了 有了有了,大家好,無量精君,大家好,回來了 好,余道,來吧,你講一下你 各位,大家好 好,來吧,我們就開始聊天了,你想今天跟大家說什麼 首先,不單是懸殼,其實小弟近兩年還在學道教懸門的東西 其實懸門是什麼,懸門就是一般人說法科法律的東西 其實原理大和主義大的用法很不同 嗯,嗯,嗯,OK,好,請講 是,那其實,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你學竹鬼,有網友說,Tony媽說你學竹鬼,是不是? 啊,學什麼呢? 竹鬼 啊,這個是其中一樣 嗯,但是,其實反而,重點是在治病那裡 嗯,嗯,嗯,好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大家對懸殼的想法是怎樣 大家覺得懸殼是什麼? 做以你為例,大衛Sir,覺得懸殼是什麼? 懸殼對我來說,就是了解人生,了解生命,了解環境 那就叫做懸殼了,我覺得 啊,是 我自己感覺這樣,比較簡單的了解 嗯,其實呢,小弟的感覺都差不多 因為,其實呢,我一直,我自己覺得 也不是我自己覺得,其實事實上 正式的正義都是這樣的 因為,懸殼它本身是一個哲學的其中一個範疇 是 其實哲學呢,大家都明白什麼呢? 你對人生的想法,對一些很普遍的意情 背後的想法怎樣去打造一個系統出來 這個是哲學的範疇 是 那哲學裡面呢,有其他一個門 一門呢,就叫做,懸妙懸相學 嗯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懸殼 嗯 那其實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講一些我們自己眼看不到,摸不到,接觸不到的東西 嗯 那這個就可能牽涉到生命的本質啊 那個世界運作的模式啊 這些就是屬於我們見不到的東西 就屬於懸殼的範圍了 嗯 嗯 那所以其實 有網友懷自然定律 是的 其實有比自然定律再多些科學去看 其實你認識我這麼多年,你知道我是讀科學出身的 我甚至大學本科也是讀科學的 所以有很多人就問我,為何你無端端讀科學讀了這麼多年 你突然去學完學啊,鑽研完學啊,還這麼相信呢? 其實這件事不是很不科學的嗎?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嗯 但其實科學可以給到我們的東西其實真的不多 因為我們科學只能夠解釋到我們物理世界的現象 嗯 反正現在科學也走去越來越遠了 因為自從這個物理學進入了量子物理的範疇之後 其實科學本身也越來越遠 什麼叫量子力凱已經有時間搞了 是啊,只是這件事講到這個 一件事情 原來以前就以為你那個觀察者和事情是分開的 但是量子力凱告訴我們 原來觀察者都是事情的其中一步伐 沒錯 那這件事 其實令大家都很不明白 其實你看到它是越來越圓 所以如果是我們 那小弟為何會一直學完學呢? 因為自從畢業之後 在社會上打滾 發覺有很多事情 不是你只是付出努力已經可以 嗯 嗯 即是我們大家都做了這麼多年人 我們都知道 其實有很多事情 除了人力和你的能力之外 其實背後好像還有一些事情 去左右你的成果 嗯 那我問你了 你覺得人可不可以改變命運呢? 因為其實對於懸學這件事 大家覺得如果我是懂得懸學的話 我就可以改變我的命運 這樣對不對? 其實首先第一件事 要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首先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什麼叫命運 嗯 嗯 那如果大家所謂的命運 就是你明明中有一條真命的軌跡 你一定要去跟隨的 嗯 你出生的時候已經寫好了 你必須要跟隨的話 如果你的定義是必須要跟隨的 嗯 那就是呢 答案只會有命運 還是沒有泳運 嗯 嗯 如果你說呢 其實命運呢 只不過是你人生的走的路徑 你會經過什麼 怎樣高低起伏 那這個就是 命運就一定存在的 但是到底是這麼硬呢 如果你覺得它不是這麼硬的話 嗯 就應該某程度上是 給有能力去改變少少的 嗯 那小弟呢 就比較傾向後者 就是不是說 就是不是牽涉到有和沒有的問題 嗯 而是呢 真真正義有命運的話呢 如果是有命運的話 其實它只不過是給了一個框框給我們 嗯 這個框框呢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我們會高了 什麼時候我們會低了 但是呢 在這個框框裡面 你想走高一點 走低一點 左一點 右一點 這些人是有能力控制的 嗯 那由哪裡控制呢 由自我去控制 嗯 小弟就很多時候 因為我有教人 我有開班教人 我經常跟一些徒弟們說 嗯 我很反對人迷信 嗯 嗯 我們經常說一句話 叫做 大丈夫可做命 大丈夫可什麼 可做命 可做命 OK 是啊 今天大丈夫你可以掌握到自己的人生 去做到 和你的命格不相符的事情 但是這個所需要的努力 和願力要很大 哈哈 一般人呢 老實說一句 小弟看這麼多人呢 八九成以上呢 都是跟著自己的命 走 嗯 但是 只不過有些人呢 就想 好的時候 他會拿到多些東西 嗯 不好的時候 他會損失少些東西 那他人生就會基本上就比較順利 嗯 有些人呢 好的時候他拿不到很多 但是生一堆的時候呢 把所有東西都賠償出去 這些就是比較不幸的人生 嗯 嗯 嗯 那我可不可以變化呢 如果遇到這種人生 其實呢 很多時候人生 你可以當是一盤數 是 什麼叫做一盤數 人生的命運 其實是一盤數來的 嗯 首先呢 就是你自己的命呢 就變成了一盤數裡面 很大的一部分 是 那你在每一段時間呢 你會走不同的運 嗯 這個運呢 其實呢 就會將你的命呢 加加減減 嗯 加了你的分數高了 你就好運一點 你拿到的東西就會多些 嗯 所謂好運不好運 其實只不過是一種得失 嗯 好運的時候你得到多些 衰運的時候你得到少些 或者不見的東西多些 那這個就是好運和衰運 嗯 另外 其實有很多其他因素 都會在你自己的命的一盤數裡面 加加減減 你身邊最親的那幾個人 對你的命的影響 加減減 你住的地方 風水好 風水不好 加減減 甚至呢 去到你叫什麼名 用什麼東西 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都會有一兩分的加減減 嗯 嗯 大致上就是這樣看整個人是怎樣 其實我有聽過以前 就是當你好運的時候 你不用怎樣算命 你是不是走那條路都對 你不好運的時候 你無論怎樣算命 你走那條路都很壞 你認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說法 你如果是好運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很容易死 你會做對決定 嗯 是的 如果你不好運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做錯決定 嗯 但是呢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知識的話 你就自自然可以用一些知識的範疇 去套下去看自己的東西 就不是單純去靠直覺 所以呢 就一定是會有一點點幫助的 嗯 嗯 OK 例如你明知你那段時間會破財 嗯 嗯 那你如果要破財的話 你一定要做一些東西 去令你破財 是 是 可能在那一刻 就有些朋友來找你合作 OK 不論做生意也好 或者投資也好 找你合作 那你那時候的運是不好的 你答應做一個合作 那就不見線了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辦法知道 你當時你是有機會破財的話 有人叫你合作 你原先叫你一人一半 你可能跟他說 真的不好 我佔兩成 是不是輸少了錢 明白的 懂得收 你知道自己不是自己的時候 所以你懂得收的時候 你便會知道 你避過了一些險 是不是 是的 沒錯 有網友問一件事 他說 足球員SFN 那麼足球員斯朗那道 是不是緊跟自己的命運 還是他是靠努力改變命運呢 曾經我見過有人寫過 就是 其實你這條命寫出來 你連努不努力 你都自己沒辦法控制 蛤 那是怎樣 即是沒辦法控制 你只是要努力 你也沒辦法控制 不過我相信 人其實在自己的劇本裏面 是有一點爆肚的成份 有一點爆肚的成份 你這麼說 是啊 因為劇本是別人寫給你的 你作為一個演員 你去不真劇本做 你就是一個爆肚 OK OK 所以呢 因為 因為 剛才說這個例子 阿斯朗那條命我看過 所以我不敢說 為什麼不敢說 因為我沒有看過他條命 哦 OK 所以我不敢說 到底是不是 但是呢 其實說真的 如果他條命 已經整定他有 這樣的成就的話 他再加上他的努力 他的成就就會來得快 而且也會來得快 嗯 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命運給我們來說 是一個框框的 不是一點 而是一個框框 一個大的範圍 立體 剛剛 有時間性的 一個框框 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可以選擇 剛剛 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的選擇 怎樣選擇呢 就要看你了 有很多時候是兩條路的 對不對 就是你很多時候 在眼前放很多條路在那裡 你做A和做B 你會有不同的結果 剛剛說 嗯 嗯 是不是 這個就是人力可以影響的東西 怎樣影響呢 正如呢 其實如果這樣說 原學來講 其實很簡單 我 我AB 即是平人宇宙的概念 有些 我選A就去了這一邊 我選B就去了另一個宇宙 我怎樣去做 那件事 其實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結果 會是好還是不好 我只可以順心去做 對不對 我人的選擇 其實都沒有什麼 我們很早就知道 已經被人寬定了 你行的方式是怎樣 譬如好像很簡單 譬如說 基督教裡面 耶穌 就已經知道 會被人盯上十字架 他早知道 他不能避免 會不會好像這樣 是一種明定 還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或者我們用另一種心態 我們是來這個世界學習呢 我不知道 我隨意這樣問 是一種學習 還是一種說 我們的命就是這樣 你努力也是整定的 你不努力也是整定的 會不會呢 其實呢 真是老不努力 這個是可以自己決定的 嗯 我就講一個例子 有時候我都會講 香港走過來做一個例子 嗯 嗯 韓武工 人真是 沒有人真真正正正知道 它是什麼法治 網上傳的那個 未必是對 嗯 嗯 你知道它一定的條命一定好 而且走的運動也是漂亮的 嗯 但是如果它當天 它不是選擇去走去地產這個行業 而是繼續在生產業裡打滾 我想現在十億八億 甚至百多億增加巨油 但是做不做到現在這個位 嗯 嗯 沒錯 嗯 這個呢 其實就是你的選擇 在你自己的制遇裡面 可以起到一部分的作用 就是靠這些這樣的位置 嗯 即是你要去 選對你自己的路 你可以做大和做小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做得更加好 或者更加差 那你看一下你的目標方向 你做在哪裏 是不是 那其實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聞過一個傳聞 就是首富先生 他身邊是有一些縣河大師跟著他 嗯 嗯 大家應該有聽過 有 其實他每一次做什麼決定 或者他選擇投入一個新的行業 應該有人幫他看過 嗯 嗯 應該是適合他當時 是適合做這樣的舉動 嗯 嗯 這個呢 也就是因為他篤信這件事 嗯 那如果調到最後來說 他的選擇是不信的話 他可能一路靠自己的運氣 都會走到他的路出來 都會很成功 但又未必去到現在這個位 嗯 即是他用到盡了 是不是 是啊 嗯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學 就是 除了是 就是普通日常生的 我們用來催急避空 也是可以幫自己買一條最好的 嗯 所以就是 就是 懸學是有一定的 就是參考的價值 我說 是不是 對不對 這個當然 他作為一個學問 可以在中國 存在了 我基本上有中國文化的開始 就有中國懸學的產生 嗯 是因為互相是一個相互影響 人和人之間怎樣處事 怎樣待人 我們經常都說 中國人最厲害就是待人處事 你怎樣面對人 中國文化本身就是這樣 是的 面對人和面對事 還有你居住的環境 是不是令到你很舒服 如果不舒服會怎樣 是 譬如有些地方你可以避免就避免 和一些氣場有關 因為你不能否認 這個世界上有氣場 和磁場的關係 真的不能否認 包括聲音的關係 例如高頻低頻 對你來說都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頻率 甚至是光都會影響你的 甚至是顏色都會影響你的 那麼很多事情 究竟你所選擇的某些顏色 某些聲音 某些居住的環境 或者你選擇做什麼工作 那樣東西是否適合你 其實 是不是我們自知呢 如果你不自知的話 其實可以去參考 看看做什麼 我經常都說 是不是你心之所安 如果你是心之所安的話 那時候 你所做的事情 可能是正確 可能是正確 所謂正確不是代表你 富有或者不富有 而是你是不是心裏面 覺得我應該要做這件事 而做得正確的 我自己這樣看 會不會帶來一些成長 我覺得這就是懸學上告 因為實在很多事情 我們看不到 自從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不是旁觀者 我們就算是旁觀者 也是參與者 這是量子力學的 這是科學的 沒錯 這是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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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到 涉定我們的貓 是 是 就是說 你觀察者 對於這隻貓 生和死 是在觀察那一刻 有決定性的作用 是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環境就分析了 是 而且當你一看 它就會有另外 你一觀察 它就會轉變成另外一件事 因為有你 是 你請說 你請說 沒有 其實它本身 因為在那一刻 那條方程式就會崩潰 導致有個答案出來 因為之前那條方程式 都是 完全完整的 就不會有個確實的答案 其實現在科學 起碼研究環境學 其實已經證明了有很多事情 例如 在心理學的範疇 會發覺 如果一個人 平時住的地方 是少見到日光的話 其實它幻想抑鬱症的機會 是會大 嗯 是吧 那環境對人的影響 這個是事實上 現在的科學 或者 古往今來的智慧累積 都是知道環境對人 是有一定的影響 如果對人的心態 對人的健康 都會有影響 其實在圓妙一點來說 是不是環境對我們的 命運 對我們的運氣 都會有影響呢 嗯 好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 我認同 我認同 是會有影響的 當你做的事情 我以前也會算命的 但是很久我都沒有算命的 你又不找我算命的 我不會 我沒有找你算命 因為我覺得自己做的是對 有兩個選擇 我覺得自己做的是對 我會拼搏 我會做很多事情 我自己判斷到我做的是對 例如我推23條是對的 我幫何君寧是對的 我拍片是對的 但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用我自己的能力 盡量去做到最好 我身邊的朋友 我會尊重他們 他們幫我忙 例如很多義工朋友幫忙 可以幫到忙 我當然感恩 但是幫不到忙 那就隨便完 有很多事情 是隨著我現在的腳步 一路一路走過來 帶過來 事實證明 結果論 我們不是一個大的結果 說我將來怎樣死 或者怎樣怎樣 不是 而你做每一件事 達到某一些結果 某一定的目的 你會知道自己是對還是錯 當你知道自己是對還是錯 你心之所安 其實是對的 但是懸學是一個很特別的議題 我今天請余道跟大家講一下懸學 其實我正在說余道在自己的頻道裏面 開一個懸學的頻道 在懸學的頻道 我想邀請他 就逢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應該都是星期日多 請他上來 星期日好些 星期日好些 跟大家講一下懸學的事情 每一次就半個小時 跟大家淺談一下 譬如 什麼叫陰陽 就當清一下計 清一下計 這樣而已 因為這個很特別 因為這個是中國的一個 非常傳統的智慧 我自己覺得 你不要覺得他不存在 我覺得是應該存在 還有應該更多人知道 比如什麼叫陰陽 什麼叫五行 什麼叫天干地支 其實風水對一個人的影響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配搭呢 為什麼雙生雙黑又是什麼意思呢 八字風水是什麼意思呢 這些其實是挺有趣的一個名題 就是要互相了解 所以有吳英雄也說 全東智慧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要知道中國文化 你必須要知道 例如為什麼故宮會這樣擺位 是不是 故宮為什麼會這樣擺位 為什麼有些地方 一定要就著的地勢去建 為什麼要坐不向南 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有些庭院去建的方位 會令到那個地方的風水好些 什麼叫風水保地 其實你可以當一套哲學來看 是不是 有關法科的東西 這個跟中國人的世界觀有些關係 對 有人說廟家看照準不準 你怎麼看照 會說的 會說的 大家不當了解一下 有興趣不就找余道的頻道 又說一說 我想上課 你可以去找他 他都會開班的 我相信 對不對 對嗎 這個其實偶爾也有 我一救人就會開的 不過 聽說 其實跟中國的 宇宙觀有些關係 其實大衛sir 你中國文學 你就看這麼多 我中國哲學 我文學 我馬馬底 你不是文學人嗎 我記得你是文學人 我不是文學人 我是哲學人 OK OK 其實如果我們說中國的宇宙觀 有人想問你看照 我不是看照 我不會看照 你是算命是嗎 是啊 我是風水算命 風水算命 OK 好 是啊 其實跟我們中國人的宇宙觀 世界觀是有些關係 因為 其實我們中國人 看這個世界 是一個氣化的世界 上支台聊天 你也說了一句 有很多東西 就是這個 形異上者 形異上者為之道 形異下者為之氣 形異下者為之氣 其實我們看這個世界 是一個氣化的世界 當你講氣的時候 你可以用最基礎的分法 就是一個是陰氣 一個是陽氣 嗯 這個就是太極 就是在宇宙產生的時候 就爆發出來的兩種力量 一個陰一個陽 但是如果你是詳細一點 就它的性質再分的話 就有我們所謂的五行的氣 嗯 是啊 嗯 其實五行這件事 又真的是 中國幾有趣的一個特質 有人問怎樣 可以找你算命 沒有啊 就叫他直接聯絡我 那小弟 怎麼直接聯絡你呢 大哥 你有沒有電話可以留下來給他們 小弟有E-Mail 你E-Mail 嘩 你很老 你現在沒有人用E-Mail 我E-Mail 這次多久沒有打開 對不對 你有沒有電話可以留下來給他們 可以用97681408這個WhatsApp 可以用97681408這個WhatsApp OK 歡迎 歡迎 就算有什麼話題 想大家聊一聊都沒問題 給了大家 這個最直接的 不要按out 麻煩你 有直接聯絡還E-Mail 我真的很久沒有看E-Mail E-Mail 因為E-Mail始終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是一種 我們叫Asynchronous的溝通方法 嗯 你什麼時候發都可以 我什麼時候有空看都可以 當然不要玩 你年紀大了 是啊 沒辦法 嗯 年紀大了 有時候 未去到一定年紀 又真的不會看某些東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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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其實呢 既然我們 我們中國人 這個五行的觀念 就影響我們很多 哲學 甚至連我們的醫學都影響了 是啊 沒錯 對的 中醫本身就是講陰陽五行 沒錯 其實我們命理都是講陰陽五行 完全是 金木水火土是一種智慧 每一個 你看一下 我們做一輩的 不要說中國 很多地方都有 都有這個 類似的說法 對 甚至連印度 巴比倫 埃及 全部都在講Element 是啊 不過 大家都看了第五元素那套片 是不是 嘩 這套片很舊 洩露了你的年齡秘密 我沒有秘密 不過我已經說了 我已經52歲了 我是沒有秘密的 我在哪間學校 哪間中學讀書 小學我又講了 中學我又講了 住哪裏我又講了 真聖明我又講了 大學讀哪間 Master讀哪間 我老師是哪個都講完 好 好 OK 是哪個年齡秘密 不要玩 這樣的年紀 是 OK 繼續 是 是 不過這個是說笑的 但是中國和巴比倫 和埃及埃及的地方 是一樣東西很不同 嗯 知不知道他們 例如印度和巴比倫 那些地方 他們是用多少個Element 嗯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四個 OK 因為大家都聽過 地水火風 是 Earth FIRE WATER 和AIR 四個Element 是 是 如果是喜歡打機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 這些打機 不是用很多傳統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現在很多的RVG遊戲 其實都是用西方的四個Element 的做法 但是如果用4這個數 就有一點不好 嗯 4這個數 雙生雙黑 你沒辦法構成一個很完整的圓形 嗯 你只可以對角就雙黑 嗯 但是它甚至是沒有辦法造成一個雙生的關係 嗯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大自然呢 其實是真的看到 整個大自然是一個雙生的 雙生和雙黑的關係 嗯 是啊 你太陽曬了之後 那些水晶在上升 上升了之後 下來下來下來 變成水 水落到地下 滋潤在地下 就有木頭生出來 嗯 你木頭斬了之後 在涉及環境乾燥之後 加熱它就會生火出來 是 火燒完會化成灰準變成土 土累積得救口下面會有礦產生出來 嗯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大自然是一個雙生的關係 但是這個東西在西方的哲學是解釋不到的 嗯 嗯 但是在中國的哲學呢 因為我們不是用四行 我們用五行 就是五行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雙生的鏈 亦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雙黑的鏈 嗯 而這個鏈呢 就是令到整個宇宙不停運作的力量 嗯 嗯 沒錯 一個是一個特別 嗯 如果再回到人的命 也是類似是這樣的 因為既然世界是陰陽五行造成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陰陽五行造成的 嗯 是的 因為既然五行一定不會這麼平均 每一道氣都是百分之二十的 嗯 我們本身呢 因為我們出生的時間的影響 我們可能有些人的木氣會比較重些 有些人的火氣會比較重些 有些皮膚不好的那些 火氣比較重 嗯 所以如果 而且在整個宇宙呢 整個地球呢 是隨著時空是有五行的氣在運轉的 嗯 嗯 那時候的運轉的氣 剛剛是你需要的一樣 你就會好運 嗯 其實很簡單 整個道理 挺特別 其實整個道理很合作緝 我們基本上 我們星期日 遇到會在11點半的時間 但因為今天講得比較久了 大家 那個時間沒辦法 我可能會考慮早一點 開始星期日的節目 如果是的話 他就會在第二節的頭 或者第一節的尾 就會出現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 我會盡量 找MN幫 因為MN有一個大項目 他昨晚通宵 對 他很忙 因為那個項目很大 他給我看照片 很複雜 因為要搏線 很複雜 很複雜 然後給大家聽 大家準備指和筆 抄定筆記 下個星期 可以的話 就開始 好嗎 好啊 我們就可以談 一些基本事 基本事 每次節目不會太長 我想都是半個小時到40分鐘 好嗎 短 短一點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 一路問 一路問 好嗎 每個人都欠水 就是 跟大家談談有關玄學的事情 不是導人迷信 只不過是告訴你 這個世界其實有不同的學說 大家都知道 情況是怎樣 好嗎 對大家來說 你請說 下個星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作為玄學 在中國古代 是屬於科學的範疇 為什麼小弟會這樣說呢 下個星期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看法 是科學的 例如像Dee哥說 佛學是無留的科學 嗯 是不是 一樣 佛學部很科學的 佛學很科學的 小弟弟是 很科學的 真的沒有話要說 所以這方面大家可以去談談 五行欠水也好 欠金也好 每一樣東西其實是雙生雙黑的 而人最高境界是什麼 超脫五行之外 哈哈哈哈 是不是 超脫五行 超越五行中 沒錯 這個是我們人的一個提升 精神的提升 對嗎 所以我們每個星期日晚 開一個新的節目給大家 當然有時候都會開一開 一些神神怪怪的節目 唱歌節目我們都會開 唱歌節目也有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不如凌晨一時 我們有的 一個月一次 盡量 OK 我想明問 MN在這裡 MN在這裡 講完MN是很辛苦的 我想明問 但相信努力可以改變命運 是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有什麼 請余道指點一下 97681408 不關我的事 沒有收取任何事情 但是我知道他會幫助很多人 大家交流一下 沒錯 大家交流一下 好嗎 當然 上今仙為隔外留神 OK 哈哈哈哈 好嗎 下個星期 我們就 一齊來了 好嗎 今天是隱入門的 所以我都要看時間做人 半個小時左右 聊得多多 好嗎 你要知道 十天干十二地支 究竟陰陽點分 少陰少陽 老陰老陽 那些點分 其實那些都可以學的 這些是中國基礎的知識 大家不要以為只是余道式 其實我也會的 我教中文 我一定會教學生 什麼叫天干地支 什麼叫陰陽 什麼叫五恆 一定要教完 當你教完 你對中國文化 和對古文的認知 會很快清楚 很快 很快 真的很快 這些是一個學古文的基礎 不止十二七朝 這些真的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寶 是啊 所以你要學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 其實你看很多所謂的玄學大師 他學的東西 只不過他把這些套 運用得很精 只是數字而已 只是數字而已 六十四卦 只是數字而已 只是陰陽 只是數字而已 不是佛教 佛教和學是不同的 OK 佛學 其他人身看法將會不同 知道不多 而且我們的陰陽五行 這些其實跟我們儒家思想裏面的倫理關係 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關係 但是小弟也是學了陰陽五行的道理之後 才真的明白到人與人之間的倫常之間的互動應該是怎樣做法 其實中國的文化是一整套的東西來的 是一整套 每一個環節其實都是互相緊構 就不要說很獨立 我的倫理就是一個看法 醫學就是一個看法 原來就是一個看法 我們同一個骨鋼 就貫穿了每一個學問 你簡單來說就是這三門 但是大家對於看法有些不同 但是互相排斥呢? 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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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包容 是很包容 是很多東西都可以鑑定 所以我們的科技才得以發展 因為你始終也有一套完整的理論 可以做到 而以世界來說 我不敢說是絕對 比較少有一個文化 可以有這麼強的理論基礎 其實我經常說 道德經是宇宙新成論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語像新成的 微細的地方 可能都可以包含到量子力學 所以你要跟中國人說虛的東西 其實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對西方文化說虛的東西 是很難的 因為他們是 只是好看實際的東西 這個是很特別的 我們這件事慢慢談 這個是開正我的籠 還有我會盡量在 星期六和星期日 就會有多一些普通話的節目 會放在裏面 跟一些普通話的朋友去聊天 剛才遇到沒有看的 其實台灣 內地 香港 我們都用普通話交談 希望做多一些 因為這個才是真正 令到我們提升的 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好不好 其實普通話 真的是跟華語世界去接壤 沒錯 你不要覺得 其實廣東話是比較 覺得比較散 不是 廣東話是漂亮 還有文字是很好的 陰文性很高 很優雅 還有很古典的一種語言 沒錯 古典的語言 但是的時候 普通話 或者是國語也好 其實我們要跟別人溝通 民族溝通的幫助性會很大 這是需要的 當初不算廣東話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雖然欠一票 但是是好事 因為廣東話不容易學 不是說要放在廣東話 因為這個畢竟是我們越文化的東西 但其實很有趣 好嗎 希望透過我的不同的節目 帶給大家不同的東西 就不只是講政治 當然政治我們要講 教育要講 法律要講 文化要講 國際要講 經濟要講 一個星期就這樣完結了 是不是 人生智慧又講 我真的做港台 我的成本也很輕 只有我一個 如果港台人給我每個月 一球我覺得是很值的 做這麼多節目出來 這個絕對要 如果有台座一做當然好 有資源的時候不用這麼辛苦 起碼有其他人幫我忙 對不對 現在的收入和付出是不成正比的 還有 起碼可以正一正五行 現在全部被搞到暖了 那些氣都搞到暖了 那些氣不應該這樣流動 現在全部是謊話 偏頗的東西 令到那些氣是亂流動 對 所以我們什麼都有 那就好 你這個人數多還是少 我當然想多些人看 有誰不想多些人看 但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寧願做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還有真正幫到別人的東西 我不想只罵 罵沒什麼意思 最重要是大家看到事實 多棒 又學到東西又開心 你喜歡看什麼就看什麼 有些高一定有些低的 我們除原物就可以了 好嗎 還有我知道我自己的方向要怎麼走 好嗎 好